大家好,鱼姆爸爸又出来发一颗疯了 我上次拍了一条影片讲这条影片 为什么有日本不住,为什么要住大陆 我们拿了居留权之后,为什么快就离开了日本呢 我出军的时候,我已经想着一出这条影片 就肯定有很多朋友会有很大的反应 有没有搞错,走去住大陆,不是香港人来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 等于我很久之前有一条影片也有出过 就是说很早期 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去英国 因为我和老婆都去英国相当多 有几年时间,而且她也有更多 我们就觉得我们都不去了 一出一条影片都是我们自己在说 那时候是大家最精力旺盛 2019年的时期 刚刚过了的时期 非常非常之大反应 骂到质彩 我觉得很好笑 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做Haters will hate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广东话怎么说 大家知道的麻烦你教我 即是说有些人是叫Haters Haters 你那个人是充满仇恨的 充满仇恨的人 他看到什么反应就是仇恨 很憎恨 接着就交叉你,接着就很不开心 或者很开心也不出奇 我不知道 这些人我唯有都是得咚笑的 看到有些写粗口骂我的 以及非常不尊重我的家人 很简单,第一时间删除它 说粗口 其实我觉得说粗口没什么大问题 我其实常常不在香港住 去到一些外国地方 大陆也好,日本也好,英国也好 不能说广东话粗口 其实真的很怀念 我常常怀念香港的东西 除了吃烧米饭之外 跟一些有些朋友可以很流利地说粗口 其实都很开心 但是你用来骂一些不懂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no no 不好 有些朋友很闷想说粗口 不妨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或者你的WhatsApp 在我的留言里 你说想跟我交流粗口 我有空打电话给你一齐说 我之前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做过几年水产生意 是香港人来的 我的老闆就是 74年 就是年纪出来之前 做帮板 很厉害的 他黑白两度也很厉害的 然后就说粗口超流利 我非常崇拜他 一句说话里面 可以有很多粗口字 然后真的字字珠基 非常好 所以我也学到一口 相当流利的 广东话粗口 当然除了这些hater 这些充满仇的人之外 也有很多朋友 是很正面地留言的 正面的意思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支持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如何教育 而是很正面地提出一些质疑 譬如说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这个儿子 或者你们是不是应该 不是这样的需要 或者如何提出很多这些质疑 或者建议 非常非常之 多谢你们的 有些朋友也会 或者支持 或者觉得我们这样做得对 这个世界真的 一样米样八样人 每一个人的看法会不同 另外每一个人的处境很不同 你看到我说几句话 就算我说了20分钟 有很多很多东西 是没有说出来的 我慢慢慢慢 我就会针对这些 大家给的一些意见 或者质疑 我就会慢慢在这个台上 慢慢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挺好玩 虽然我现在 一个人 住在深圳 有时候悶悶的 今天也挺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谈谈谈谈谈 今天一集 我想针对其中一个留言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有时候是困扯我 可能是有些很友善的 在开玩笑而已 就是说 其实我曾经在之前的一些集中 都说过 我以前在上海 在上海做事 自己创业 创了好几年 然后后期 又去了上海打工 分了两次不同的阶段 我曾经说过 我以后都不住大陆 这位朋友 就写了一句 就困扯我 你又说 以后不去大陆 打倒昨日的我 我就说 我今天就想集中 说一说 我为什么会打倒自己 打倒昨日的我 这件事 其实 完全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转变得很快 或者转变得很慢 也好 你过了十年 过了五年 过了一 甚至一两年 那些东西可以很不同 如果你经常都记住 我以前曾经这样 以后就不会去试这件事 或者不去这个地方 我觉得做人就有点浪费 说回上海 我曾经有两段时间去过 那为什么我当时 会觉得 那么疲惫 那么气愤 以后都不去上海 第一次的时候 首先来说 其实都不是很差 只不过 第一生与失败 当时人生低谷 也都在实际生活上 是觉得很不喜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上海的人 或者其实国内大陆的人 跟我们的文化很不同 他们是很多事情 他们很紧张 或者他们很多事情 他们不会觉得他们重视 譬如我们说道路安全 开车这样 在街上那些电瓶车 那些充电的电单车 绵氧就是很多很多 现在更自然多 我不知道 比起以前多很多 因为现在不会有单车 以前很多单车 单车加那些电瓶车 充电的绵氧 充电的绵氧 现在全部都充电的绵氧 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在路上开车的人 亦都是乱乱乱乱来的 充红灯又好 不让啊 切线啊 我当时就 会有自己开车 就觉得很难适应 很难接受 那人又怂了 可能心情不好 或者连少气性 荷耳蒙分泌不调 常常会和人煞气 银车就很容易煞气 和你大家在那儿切线 然后下车就打架了 那我就和我当时的旧情人说 如果我再回上海住 我一定会是死于道路的 不是交通以外 是下车和人打架 被人打死 所以我就是第一个原因 我不回大陆 就是不会再回大陆 因为最简单来说 当时是没有Uber 没有滴滴打滴这件事 当时都没有手机 那些烂鬼手机 只是可以打字 哪有现在这么先进 所以当时在上海住的时候 你知道上海春夏秋冬的 冬冬夏热的 冬冬夏热的 冬天很冷的 又下雨 有些湿冬又大风的 你穿着一件大衣服 在街上等的士 真是惨 这些的士 就是最多人想搭的士的时候 就永远都是没有的士的 很正常的 是不是 的士的数量有限 搭的人突然很多 那你在街上等 有个人下车了 来到你面前 跟着其他那些上海人 或者地方的人也好 或者外地人也好 就走来抢的了 那你下下要跟人抢的士 是不是很没人呢 那 当然了 这件事就是以前是这样 现在 事已世已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因为 我们在深圳 住 大家上来北上消费 可能都经历过了 就是说 在衣食住行 这个行这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们经常到处去玩的人 吃饭 又跟朋友去喝东西 一晚可能去几个地方 对不对 春夏秋冬都要去 有时候去玩一下 打水球 打哥尔夫 唱唱卡 出行这件事 在当时 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来说 是非常非常令人烟污的 地铁是有的 但是 当时没有那么多线 一来 二来 你怎样坐地铁都要走 对不对 就觉得 好不好 其实在上海住 当然是比香港好 房子很大 三边落床 一定的 对不对 然后 吃 又可以 吃很多好东西 在上海 但是 衣食住行里面 行 始终都是一路以来 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 我当时真的出过一个名言 我和所有的亲戚朋友说 我以后都不会回大陆住的 当年 直到我遇到我的旧情人 即是我现在这个老婆 那就不同了 因为当时 我在上海认识她 在某一个场合 很有趣地认识她 这个故事 有机会下次再说 她的版本 和我的版本 稍微会有分别 认识她之后 因为我刚刚在上海出差 我出差的时候 认识她 我又回到香港 当时我在香港 打风流工 看着整个亚太区 都做售仇一头 看大陆市场 台湾市场 简单来说 中港台中日韩 都是我看的 我经常要飞来飞去见客 或者跟售仇开会 其中一个地方是上海 但是我是卑洗香港 认识了我这个旧情人 现任太太之后 就变成了相隔两地 经常打Whatsapp 在那儿聊天 调情 偶然她又飞下来 我又飞下上去 直到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所以我也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方法 我就找到一份相当于笋的工 是一间美国的500强公司 通过我这些方法 她就聘请我去做大陆的 大陆的分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最大的错盘 这一个事业上的机会 虽然我当时做售仇师头的份工 都是大公司来的 都是相当之不错的 但是我又觉得 有一世就是一世 其实我从年轻开始 我自己觉得 有机会做一下 做一下总经理 做一下全国家最大的一个头 就是公司里面 想试一下 觉得又有个情人在上海 当然不用想 辞了一份工就去了 结果又打倒了自己 第一次打倒了我 昨天的我 又说不去 不去住大陆 结果因为有一份这么好的工作 又有这么多人被你管 那个叫你做老板 很个人 就走了去做 当时就因为这个原因去做 去到之后 其实觉得很惨 因为那个衣食住行 吃就不用说了 OK 非常之好 但是出行这件事 始终都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初这间公司 虽然给这个这么好的位置 我人工也加了 那些税也帮我交了 但是他唯一一样 我当时就拗不了一辆公司车给我 即是他的预算里面 没有一个公司车 没有司机 因为对上一手都没有 对不对 对上一手都没有福利 你突然间进来 你又要有 人工又要高 过人很多 那我老板就拗不了 给我 就变成我没有 自己没有私家 没有车 没有司机 那在那里 我就觉得不行 就顶不住了 即是截的士 这件事真是很难 很难搞 那结果我都死死地气 自己硬了钱 出来了 好像都几千元一个月 也不是很贵的 那我找了一个司机 他又有车的 他就出来车我 上班 跟着呢 就中午吃饭 又车我去吃饭 有时见客 车我 都相当高 那我的旧情人 就非常之 非常之 非常之努力 非常之努力 觉得有个 跨国企业的老总 做我男朋友 跟着又有个 黑色那些 那些长长的那些车 有个司机 穿了衣衫 穿了西装 来车我吃午餐 哇很高 那就叫了 暂时 是解决了这个 车的问题 但是觉得很笨 因为你就算你找一个司机 你给几千元一个月 他基本上是五六点就下班了 那收完工之后 你晚上又去玩 你都叫不到他 那别人都要回家 照顾孩子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加班 又可能会很昂贵 别人未必会做得到 那始终来说 在当时 二零一几年的时候 在上海生活 就是 都是 在出行这方面 是很难 很难忍受 所以当时后来 因为我们上层 我们高一层的权力斗争的关系 那我也没有办法 人家 上面那里被人收购 合併了 那上面那些老板 我们这边的人 没有了力量之后 那他们又要派个人来 做了我的位置 那我就说好 那我不做了 那我不做就走了 那我走完之后 那我更加是说 我更加不会再回上海 因为两次都是 不是叫了一个 我自己要离开 不是有没有结果 虽然钱收了很多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当时 上海的同事 大家都很好 做得在一起 那 因而是这样 我两次都说 不要再去大陆生活 所以一路 然后再过没多久 几年之后 我就在香港 又去打滚 搞其他事情 然后就会发现 都没有什么需要去大陆 有时间 不如去打一下哥尔夫 一过关就叫车 问题不是很大 在深圳 但是呢 到今天 就发现 原来 过了这个疫情 这几年之后 大陆这个滴滴打车 是真的高速地发展 非常之高的发展 大家都当然知道 看新闻也有说 大陆很多 那些电车 做得相当之好 又便宜 我最近有些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 我们吃饭都说 现在我们去大陆 去深圳玩 除了吃东西之外 有一样很好的活动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试车 那些车行那些售价 他们又没有什么生意 他们每个都要跑数 他就很喜欢给你们去试车 你不要紧 你不买都可以 你试一下就行 你试了我就有KPI 你不试我什么都没有 你试一试 起码我拿到微信 我有数 不是真的卖车的数 是跑 跑收到多少个客户的微信 有多少次试车 都是KPI 他很乐意给你们试车 我的朋友就说 只试试这么多不同的车 都很开心 这个电动车 加上滴滴 有很多不同apps 不只是滴滴一个 有很多个 我都搞不清楚 比起香港和日本 真的好很多 我想顺便比较一下 香港 日本 日本 东京和福江 也很不同 和深圳 和上海 这几个地方 在衣食住行 出行这方面 绝对是大陆赢了 OK 如果大家真的很多年没上过去 或者没回过大陆 有机会去 即管要试一试 download了一个app 叫车的时候 你可以遇到那些车 你可以选择 有些便宜 有些贵 有些中等 我们通常选择中等的 那些车已经是相当相当之靓 服务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你有时间不中 你叫普通 叫专车 稍微靓一点的那些 他突然去弹个suggestion 给你说 如果你要叫豪华车 有六折 那又便宜很多 你偶然试一下 豪华车真的好 这只豪 好正 大家知道 在香港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香港是一个霸权社会 地产霸权 医疗有霸权 医疗下次再说 的士 又是霸权 是不是 为什么可能全世界都可以叫车 香港不可以叫车 香港是要继续 我们继续要受的士司机的气 日本也是一样的 日本也是的士霸权 日本是不能叫Uber 日本有一个Uber App 你可以用Uber App 来叫的士 但是都是叫的士 而且不是那么多 给你选择 不像大陆 那么多选择 首先 就是经过这个疫情 就是我们疫情几年 都没有离开过日本 那一开放之后 一回大陆 一上去玩 哇原来 这么正 原来在大陆 现在根本完全没有了我当年 说第一 我会死于road rage 就是在街上 和其他司机争执 争执 然后被人打死 第二 我亦都不需要在街上 天寒地冻 去等的士 那就完全解决了我以前 说不回大陆的原因 基本上 那么有很多朋友 其他在这里说 有很多的question 很多的疑问 大陆的学教育又怎样 水质又怎样 是不是水喝都会死人 那么其他方面又怎样 有机会下一次 我又再慢慢地详细地 和大家说一说 我们在深圳的生活 亦都可以和我以前 在英国 日本 香港 有些比较一下 不要说哪个好不好 通常 我觉得每个地方 有他好有他不好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说 我看回以前我们的片 开始去到日本生活的时候 虽然我去日本这么多年 我在日本生活 又是相隔了很多年之后 有些东西又改变了 有些东西又不同了 有些东西又改变了 有些东西又不同了 最初那一两年一定是非常之开心的 正所谓新市坑 就是香三日 对不对 一定是看 我们一到日本落地的时候 上学也好 看医生也好 吃东西 顾知完口 住也好 连个厕所也比人家 厕所真的好 全世界的厕所在日本最好的 那就真的会很开心 觉得见到很多正面的东西 通常慢慢下来 你才会慢慢 你很好的东西 你习惯了 适应了 你觉得想当然 你觉得 当然是这样 然后你慢慢发现 原来日本是这样的 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 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 原来日本要做这件事 这么麻烦 你慢慢才会 察觉到 那些稍为不好的地方 其实我相信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 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 他那些好好的东西 你不会觉得 你觉得是理所当然 慢慢会 对不好的东西 有些怨气了 我相信 我们今次在深圳住 也应该是类似 就是说 最初来到 当然各样都正 不好的东西 慢慢会浮现 那 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